他曾经是春晚第一美女 因病退出娱乐圈 现状令人虚惜 春节晚会多少年 来都是人们必看的节目 在春节晚上会最受欢迎的 就是小品和相声 你肯定还会记得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 她也上过无数次的春晚 而且还和好多春晚的元老合作 她曾经被人称为春晚第一美女 她就是金玉婷 说到这个名字 你是不是感觉有点陌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的作品 你就会想起来她了 在2003年 她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就和郭东霖出演小品《我和爸爸换角色》 当时她演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师 当时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上台真是意想不到 原本定的女主角不是她 但是当时因为一些原因 春晚三天前才决定让她上台表演 从此她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 她还和潘长江老师合作 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 当时演的两个人是一对夫妻 当时两个人的相亲经历非常的搞笑 她在剧中是一个非常霸道的角色 当时这个形象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象 后来她还曾经和冯贡一起表演相声暖东 虽然她年龄不大 但是和她合作的可都是小品界的大佬人物 而且金玉婷像她的名字一样 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 说话也非常的好听 所以有好多网友私底下说 她是春晚第一美女 自从在春晚上楼过几次面之后 她在娱乐圈中也小 有名气的她 也开始有影视作品来找她出演 由于外貌长得也不错 演技也得到了公认 但是不幸的是 就在她失业即将上升的时期 不料却得了抑郁症 可能是长时间的工作压力 现实中的她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所以时间长了 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得了这种病的人 会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 生活和工作都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所以她暂便娱乐圈回家养病 在治疗期间 家人给了她很大的鼓励 现在也在慢慢的康复了 但是还想再次付出的她 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 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再受到打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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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